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在深圳工作的王先生 喝奶茶把自己喝进了ICU 原来王先生是重度奶茶爱好者 每天至少都要喝一杯 数量最多的时候 曾经试过一天喝十杯奶茶 王先生家属表示 他喝水喝的不多 渴了就是奶茶和可乐 都是随手拿着的 就在不久前 王先生发现自己频繁出现头痛 视力模糊 精神状态不佳的情况 有一天突然就昏过去了 家人赶紧拨打120电话 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医生检查发现 王先生颅内有近15厘米的 静脉血管出现了栓色 并且他的颅内压最高值 去到了300多 超过了正常最高值的50% 医生表示 这是导致他意识障碍的一个原因 因为长期大量饮用奶茶 可乐 不喝水 造成血液粘稠度增加 王先生脑内才逐渐形成 颅内静脉痘血栓 1.这八种食物要少吃 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危害性最大的一类疾病 跟我们的饮食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以下八类食物如果经常吃 就很容易导致脂肪沉积血管壁 使得血管越来越窄 最终危及生命 建议少吃 1.高糖食物 富含单糖和双糖的食物 能够快速被人体吸收 过多摄入会增加胰岛素的分泌 促使糖分转化为脂肪 造成血脂升高 因此为了避免血管变窄 糖果 含糖饮料 甜食 高糖点心 冰淇淋 甘草 遮糖 蜂蜜 果腐 蜜 蜜荐等食物最好少吃或不吃 2.高反式脂肪食物 反式脂肪酸会导致血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升高 而使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 从而升高血脂 因此为了避免血管移车的时候导致燃肠东肪做饭温水平降低脂肪食品体的食物最好少吃或不吃 3.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如猪脑、猪肝、猪肚、鸡心、鸭肝、鸭心等 不仅含有丰富的胆固醇 而且饱和脂肪含量也很高 经常吃会堵塞血管 建议每周吃一次动物内脏 每次不超过150克 注意不能吃多 4.晴淡 晴淡中胆固醇含量高 建议不要多吃 虽说胆固醇主要来源于肝脏的合成 饮食中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小部分 30%左右 但还是要注意一些 建议每周平均下来 一天吃一个鸡蛋为好 5.肥肉肥皮 肥肉肥皮等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 非常容易导致血脂偏高 建议为了自己的健康 肥肉肥肉肥皮 肥肉肥皮还是该舍弃舍弃吧 6.吃大量精细主食 主食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过量的碳水化合物消耗不了 会转化成脂肪 会转化成脂肪储存在体内 造成血脂升高 血管变窄 建议每日主食的摄入量 如果全部换算成米饭 建议男性每日不超过四碗 女性不超过三碗 当然重体力劳动者可适当增加 7.油炸食物 油炸食物不仅含有很高的热量 和饱和脂肪 也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这两者都会增加血管中胆固醇 和甘油三脂 堵塞血管 因此为了避免新血管类疾病 汉堡、薯条、炸鸡、麻花、油饼等 油炸食物还是少吃吧 8.大量饮酒 适度饮酒 每天一至二两白酒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但是长期大量饮酒 会导致血管中 甘油三脂含量的升高 尤其是饮酒的同时 吃大量含饱和脂肪的食物 会显著升高血脂 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血管堵塞 血管不是一下子变窄的 而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日积月累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都应该从当下就开始 养成好的饮食习惯 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才能更健康 二 血管堵的人身体会有四个异常 莫忽视 一 脚不发冷 出现间歇性薄形 当血管发生堵塞时 处于人体末梢的双脚 会最先有感觉 此时脚会怕冷 脚被脉搏减弱 进而出现间歇搏形 当走一段路时会感觉腿酸 如果休息一会儿便可缓解 此时是典型的动脉血管堵塞的症状 一定不要忽视 二 肢体不协调 发生语言障碍 当脑部血管堵塞时 会导致脑血管不足 甚至压迫神经 此时会导致语言发生障碍 土字不清 甚至会走路跑偏 手脚不听使唤等 一旦发生类似情况 一定要及时检查 切莫忽视 三 脉搏减弱 当人体的上肢动脉 发生堵塞时 会产生一侧 或双侧动脉搏动减弱 此时手臂血压会降低 严重时 上肢还会主动窃取大脑的血液 导致大脑缺血 产生头晕 站立不稳的症状 四 下肢不对称水肿 当血管堵塞形成血栓 导致静脉血管堵塞 血液回流不畅 会引起 血栓那一侧肢体的水肿 同时还会有皮肤发凉 易发溃疡等表现 一旦下肢静脉中的血栓脱落 将堵塞肺动脉 严重危害生命健康 三 养血管 减少堵塞 做好几个医 一 一杯水 白开水 淡茶水 是血液最好的稀释剂 主动喝水 尝饮茶 可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血管堵塞 白开水 最好选择35至40摄氏度温热的水 最为适宜 二 一勺油 食用油不可缺少 保护血管 油脂要巧搭配 每天吃其三种脂肪酸 可调节血脂健康 减少心血管疾病 三 一盘菜 每天最少吃够五种以上的蔬菜 有助强健血管 不同颜色的蔬菜 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 且含量不同 摄入蔬菜的种类越多 吸收的营养越全面 蔬菜中含有机体不能合成的维生素C 花青素 膳食纤维等 有利于抗氧化 排出肠道垃圾 保持血管弹性 4. 一份眠 现代人熬夜一时爽 一份良好的睡眠不仅对于血管健康有益 对全身健康皆有益 长期熬夜会使身体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 使血管收缩 血液流动缓慢 血液变得更粘稠 从而增加血栓 斑块的形成 促使血管堵塞的发生 不论如何 一定要保证良好充足的睡眠 尽量在晚上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 5. 一动作 经常活动脚踝 可增强下肢的血液循环 减少血栓的形成 直屈 勾起脚尖 使脚尖朝向自己 至最大位置时 保持5至10秒 慢慢放下 背身 绷起脚尖 尽力使脚尖朝下 至最大位置时 保持5至10秒 慢慢放下 环绕 以踝关节为中心 脚趾360度环绕 尽量保持动作幅度最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